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这是今天随便吃一点的藤妓 今天我们在深圳 深圳最近噼里啪啦开了好几家自助舱店 今天我要去拍的这一家 叫周四海鲜水厂自助舱 价格倒是不太贵 200来块钱 那么以这个价格 并且是在深圳的话 能知道什么样的海鲜自助 今天我们去试一下 actually truly 陷入你的陷阱 我想给你担心 告诉你我不再安静 oh my trul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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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ruly I'ma go buy you some truth 就房子被特殊照顾 我们等所有东西拿完之后 我们才开始拍 首先他们家的话 我觉得环境上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它的空间感会比较小一些 东西食材就是绕着场地走一圈 几乎也就没了 但是种类上来说的话 其实也不算多不算少 我觉得就是刚好而已 服务上来说的话 目前为止 就其实算正常 它们家所有东西来说的话 我觉得从肉眼上看起来比较好看的 就这个阿根提红虾 慢 慢鱼肉这个的话肉汁不行 但是它烤的我觉得还算不错 外皮烤的焦度够 然后汁水也还行 烤生蚝 生蚝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比路边那种 一块钱一个的稍微好吃一点 软七八糟 椒盐的大头虾 这一个椒盐大头虾 应该就是上一顿 就是卖不出去 然后就重新去放草 它这个虾头里面都是有膏的 螃蟹 看这些虾一组圆形就已经出来了 它这个阿根提红虾 每一煮之前 就颜色吸引到有点 就是鲜活的那种错觉 但煮下去的话 就明显就是那种阿根提红虾 然后去解冻那种 养殖九节虾 这一个的话也不行 就可能我很不客气的讲 养殖九节虾 不是鲜活的 几十块钱的蜘蛛也能够吃得到 但你们家价格200多了 就觉得你们到这个价格的话 养殖九节虾 这一种的话 至少也得是活的吧 皮皮虾 这个肉质也是软浪软浪的 鲍鲍鱼 鲍鱼这一个的话 新鲜度还不错 涂顺冬 里面的涂顺是没啥问题 就外面这层果冬的话 它的 它做的有点太软了 就我觉得是稍微脆一点好一些 三文鱼 甜虾 刺身这一块的话 仿道问题是比较小一些 铁板牛排 重用的就是那种低价的合成牛排 天鹅蛋 小生子 老虎蟹 这个 这个 这里的鲍鱼是有高的 当然尺寸来说的话 是相对有点偏小 就小高挤出来的话 还是挺多的 最后拿的比较多的可能是这种天鹅被 比较好熟一些 吃这家店的话还是稍微需要动用一下主食 这个 寿司 这个应该是什么鲍鱼 什么花椒 什么汤吧之类的 连个肉都没有 就纯汤 他们家铁板之类的 除了这个袋子 还有刚才那个牛肉之外 还有一些虾和羊排 那那两个的话 排队的人太多了 我懒得去拍 反正是有这两个东西的 难吃到有点像那个面粉做的 这个的话是脆网 靠榴莲 他就要给他这个比较好 嘴 你还没想到 柳蘭这个的话就是圆子靠的那种 这个的话虽然是那个尼罗 但他的这个 这个尺寸我觉得是特别大的 这个罗刺就还可以 吃饱了又被他搞饿了 尼罗这个的话我感觉还是稍微那种小一点的 然后正如八斤的花螺好吃一点 这个冰淇淋稍微有点难吃 友谊所以他们家的话我觉得环境其实还可以 就稍微座位之间稍微有点挤 服务的话是没啥问题 东西种类的话比我刚进来的时候看到的稍微多一点 就除了特别之外该有的咱们基本也都评测过了 海鲜新鲜度的话我觉得是稍微有点差 可能稍微好一点的就是那些螺鲍鱼 其他的海鲜就很水 网仓230多这个价格的话 我觉得是不算贵但也没多便宜 就是符合他的市场定位 可能拿来对比的同样也是新开的那家鱼博会 我觉得论性价比的角度的话这两家其实差不多 当然这家的种类没有那家多 但这家的优点就是便宜 你花200块钱也是吃一顿 花300块钱也是吃一顿 那所以低价的永远就有优势 那以我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挑那家300多的 就主要也不差这三挂两宰 单纯对比这两家 种类上来说的话会丰富很多 那当然还有一家可以拿来对比明门圣宴 就那些经常闲名门圣宴价格贵的那些人 你吃完这一家再去吃鱼博会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人家就是能卖400块钱那个价格了 那当然以400块钱这个价格来说的话 我觉得能够承受这个价格的人稍微是比较少 比较主流的市场是接受两三百种价格 好了886 谢谢大家